他要做什麼呢 哎呀 今天要過年 來叫他做一道 櫻花蝦油飯吧 簡單方便又好吃 上菜吧 一鍋搞定真簡單 歡迎收看 吳秉承 陳輝鑽廚房料理頻道 我是吳秉承 過年即將到了 不過呢 我手上有 香菇 有 白飯 還有 五花肉 哎 那要做什麼呢 即將要過年 來叫大家做一道 櫻花蝦油飯吧 這道的食材有 櫻花蝦10克 白飯一大碗 香菇絲30克 紅蔥頭末20克 五花肉100克 薑片20克 香菜10克 黑麻油一大匙 好 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們先將豬肉 直接把它切絲 或者是切條都可以 我挑選五花肉的原因就是 它本身的油脂夠 肉的部分呢 口感都會不一樣 又帶皮 所以它整體風味上 就會非常好 傳統的油飯也好 或者是米糕也好 其實都會用豬板油均去炒 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利用食材本身的油脂呢 把它煸出來 它本身炒起來 就會有一個古早味 其實油飯要好吃呢 第一個重點就是 把櫻花蝦本身的 蝦的鮮味 油脂把它炒出來 一大匙的香油 先把櫻花蝦放進來 用油煸的方式呢 把櫻花蝦的香味把它煸出來 香味夠了 就可以把它瀝出來 五花肉放進去 鍋子底下已經有一點點的油量了 再把這個五花肉的豬油 也把它炒出來 然後下了五花肉之後呢 薑片放進去 薑片它需要煸乾 然後也需要一點點的 五花肉的油脂 來去帶動它整體的香氣 像這樣子的一個油飯 其實在家裡要製作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很方便 只要隔夜飯 你都可以把你冰箱的料頭 把它拿出來 有一個肉 或者是有一個蝦米 都可以去帶動整體的一個風味 那包括吃素的媽媽們 你的菇類就多準備一點點 讓它有呈現那種香菇的香氣 剩一些蝦油 再把它補進來 分量夠用就好 酥肉的部分呢 讓它有點上色 底下就會有一些的油脂感 把紅蔥頭放進來邊 沒有新鮮的紅蔥頭的朋友們 其實你也可以用紅蔥頭酥 讓它來增加香氣就好 就是看個人的喜好跟方便 紅蔥頭也上色了 香菇進來 香菇本身會有一點水分 稍微再把它煸炒一下 那盡量在家裡都用小火去煸它 食材部分的熟成度 香氣已經出來了 這邊的油量的部分 我就會再接一點點的黑麻油 黑麻油進來 麻油香已經出來了 這時候米酒 醬油 胡椒粉 糖 再來加點水 水的部分 你大約抓 100cc左右 看你的飯的一個分量 主要加水進來就是 把香菇 把肉末的這些的香氣跟味道 先把它煮成像高湯一樣 好 先蓋蓋子 讓它燜一下下 大約燜煮了兩三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來關心一下 裡面肉的一個熟成度 好了之後呢 直接把飯放進去 家裡有剩隔夜飯 或者是吃不完的白飯 你也不要說每次都是拿來炒飯用 把火關掉 直接要在這個裡面讓它去拌開 往底下壓 往底下壓的過程呢 米飯就會往旁邊展開 把火打開 開火還是一樣 就以中小火為主 拌到就是你的米飯的部分 它的熱度已經上來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分 一包一包的 要吃的時候再去蒸一下敷熱 其實都可以 這時候把火關掉 再把剩下的這個黑麻油 放進去 黑麻油進去之後呢 一定要熱拌 它整體的香氣就非常的足夠 一鍋搞定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蛋餘裡面 會讓你做法很簡單很方便 那盡量用一般的我們這些 很好取得的這些食材 然後再來部分呢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料理的方式的堆疊 或者是做法會做調整 所以讓你在家裡就很好操作 剛剛的櫻花蝦 你就可以把它撒在上面 香菜 這是一定要的 哇嗚 簡單方便又好吃 上菜吧 我可以玩到這兒 我可以玩到這兒 會讓你玩到這兒 我可以玩到這兒